给杜峰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刚才杜峰指导一直都在向裁判 包括上市技术台去进行抱怨 看来这一次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前面那次技术犯规是这个 马上的技术犯规 除非前面那次技术犯规是给替补习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梦境聊球 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18-2019赛季CBA常规赛 广东宏远坐镇主场迎战山东西王 我们之前看到的一幕发生在比赛的第三节 杜峰指导不满裁判的判罚迟到第二次技术犯规 被驱逐出场 本场比赛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 比赛一开始广东队携主场之力 加上全场压迫式防守 让山东队频繁失误 一度将分差拉大到21分 然而从第二节比赛开始 广东队突然压火 而山东队则在哈德森的带领下连续追分 第三节中段山东队一度反超3分 好在杜直岛被罚下场后 广东队迎来大爆发 第四节连续打出反击 再次将分差拉大到19分 最后轻松赢下比赛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下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 卫姆斯反击突破直接给到底脚阿联 接球之后突然节奏可以 没问题 防守一收缩 现在这个阿联 可以往外分了 好球阿联连续的五分 现在这个投外组 刚刚是换上来的这一小将 对 直接反击三分球来了 又一个 这个广东也马上上来加了 直接加掉 直接从手上躲下来 空手路是两个赛季 其实非常年轻只有20岁 对 是山东青年队培养出来的 是的 甲铜真传 低脚二杯的三分球 这一波攻势 没有 要赠飞佐 那个投篮的 一个身高两米的前锋 对 我们虚然点一下 任金飞 入莫的单手的掏头 二杯子今年就是感觉过去年 他特别的贼 特别的老道 刘大鹏进去给朱镇震 一场还是差一些 好球 徐杰这球 漂亮 这球 干扰球 干扰球 这球 在CBA是不算最佳 这个助攻 但是在NBA的话 应该算一个助攻 还是没进 刘大鹏 是一个三分 朱镇震 高度还是不错的 再挑战 可以 冲击内线 陈培东 有机会 其实不可惜 陈培东再挑战一个 可以 好像是蓝配 蓝配就是打了几张 比较受伤了 然后就是换到蓝配当手机 好球 这串打劲 喊口气 拉上阿联跟 杜伦旺以及还有赵瑞 对 马上 顺目的中距离 一个掩护 他往外转 梅斯 你看阿联就老虎目出动 就收在里面 他知道梅斯 对自己投篮的把握性 好球 好球 这球哈德森很激紧 从底线把球捞回来 而且看到了陈汉林 赶机上球 马上轻松的把这球给扣进 一旦 把球给破坏掉之后 把球给反到最后 这是节奏 这是他节奏 对 这是他节奏 你看这个步点 你看啪啪啪 调整两步 然后 哎呦 这个球差点丢 其实领的还可以 这球 陈汉林再来一个 可以 今天陈汉林不错 特别是防守端 他的这种斜防 今天还是很积极的 颠不着 顶开直接投 那还是哈德森的个人能力 他上来这两个三分球 这球被陈汉林顶了一下 对 要暂停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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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撞到哪个部位 眼睛还是鼻子 黄汉林应该也是没有动 他这个掩护确实是站得挺稳的 对 谁的脚摔 不是你没有别的技术犯规可吹了 刚才确实听不见 裁判这个说的到底是吹的是什么东西 现在这赛就对甲赛确实是倒是吹得很严 但是我觉得赵锐那一下还真不是说你故意在那装呢 再去吧就是裁判的尺度还严很严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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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于骗局半规阵 对 雷斯 抢到天上的板 已经篮下这个中间能力啊真是有点招包 反击 我们看反击 没动 反净啊 我第一节的挣扎之后呢 山东再慢慢的破镜比分啊 对 我们接力阿联啊 还是找阿联基本上这个 快不诺国王 你看是吧 这个颜色 王兴凯接球就投好球 李静宇这球没选择投篮 也没撕 也行 也行啊 有运气命中率的下降 变相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的变相 非常漂亮 打球太讲究节奏了 马上的横撤步 三分 漂亮啊 那既然这一次两分打不成就要 三打王兴凯 对 可以打一打 又有陶汉林 哦 阿联盖下来 然后被这个阿联盖下来 没一次的三分 好呦 也是两分被防住了 三分没防 马上 射步外线再来一几三分 这两次三分算是帮助国王队在短暂的时间内 这边单防啊张辉不好防上好防啊张辉 传出来了 王兴凯 虎顶三分 今天王兴凯上来啊第二季三分球了 三分 阿联盖下最后两分钟 哈德森再给梅斯 好球 哈德森今天这种突分啊 赫德森还是做高位的掩护 阿联自己来了 第三个三分 三季 是第三个吧 今天三分球没有投丢过 那个江苏那个上赛这支他在广东我觉得 投篮一般 嗯 已经于终于有三分球机会了 终于开了 终于有 右侧手笔手周 你看哈德森可以抢一个 这球还是能力啊 第三分线大概半米远 马上 漂亮 看他打招 再给 让他舒服 可以 两边各送出一次很精妙的传球 你看哈 二进去了 球 一脚李静宇空了 哎呦好球啊这球 那传点也不错 但李静宇那点完全放掉啊 嗯 赞大帽 啊 反击 这种球就是你打不定啊 变相突进去 差点被切 已经空了 地域空了 三分球 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他的这个投篮的把握性是真的可以 他就是要在攻下 出招锐 阿德森特步 晃开了马上逃反超了反超比分了 哦啊 赵启恒传球 而且是打了 好球 很坚决啊 很坚决 后配左啊 啊不是张会 张会 张会再打进的话 可能会把广东打停啊 篮下 任俊飞 终于得到一个投篮的机会 对 对真的是老对手 后撤步 哎呦 哈德森 值得这个防守人了 赵瑞底脚很果断的出手 三分球 不硬 好球 这球给的很舒服啊 反击 温姆斯 左手的上篮 顶着梅斯把球打进去 这个马上他臂展长啊 就容易破坏这种球 被传马上 在过渡 对 直接陶汉林给到内线打 打马上的一个后卫 二日 好球一上来就起到作用 对 那现在 渡过分球 渡人望 渡人望 持球攻 外线王兴凯 三分球 在有效的出场时间 有限的出场时间面投进 不错的三分球 哎呦 哈德森是手真硬啊 两人家 小鲨鱼 陶汉林这一点还真出机会 真出机会啊 真出机会啊 真气 施饼这个今天完全不错 是 反击过来 好 拼成一段给了这球篮下啊 假成功了 三分三篮板 四助攻 嗯 哦 给杜芬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刚才杜芬指导一直都在向裁判 包括上市技术台去进行 抱怨啊 看来这一次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前面那次技术犯规是这个 马上的 马上的技术犯规啊 除非前面那次技术犯规是给替补习的 重新开 上前左八字接引户 连续绕八字 对 然后直接往里出 早晨犯规打进 打进 哦呦反跑漂亮 漂亮 太客气了这是 给没撕了 击开 早晨犯规 这是二加一 早晨犯规 阿联和威姆斯的高位挡拆 分球王星凯 马上 马上直接把 这球仗着我确实能力比你厉害啊 这个身材占优 马上平年三分球 李俊宇掉篮下 感到舒服 好球陶汉林 陶汉林今天得分是不是应该上双 单手的偷偷也有 单手的偷偷也有 先用马上去打张外元 然后呢 在山东队这边呢是用哈德森 马上今天进攻状态太好了啊 太好了 这整个人就是一个人啊 郭敏轩没人防 三分球投进 这种反应能力 马上再回阿联 这手顶着防守墙投阿联 中了啊 这样的话分差是又一次来到两位输了 对 山东队啊 他站在这分哈德森呢 现在得了应该是29分啊 看看他能不能站出来 好球啊 这个还是得靠哈德森来这个外线啊 因为他自主进攻能力确实强是吧 都得靠 传球阿联调整一下 这防守现在空了 现在防守啊 就是给这个广东队好多好多机会 今天我们看外星的手感 阿联终于也是开始慢慢的调整回来 因为打这个这种双小快速进攻啊 就是对阿联是有帮助的 嗯 好球啊 马上这样的话分差拉开了 对 看看山东队是不是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呀 东安 那这陶汉林这球 两个加击 李静宇 环进去了 贾成 偷手了这球 今天桃汉林这状态真的可以 对 今天可以啊 非常好 非常好 哪怕是一剑联这样的防守 这样真的 得这个分啊 很久确实没看到了 是 那现在防马上成为了山东队一个很大的问题 防不了啊 因为他这个位置确实你山 赵锐 这样的话 这一波流啊 有点撑不住山东队了 是不是考虑要暂停一下 内线全部倒地 转换 徐杰 底脚 赵锐 大空位的三分球机会 赵锐 三分球投进 不定啊 这样的话分差到16分了 16分就很难追 对 所以山东来说太难追了 他不管领先多少啊 他就强度一直在 对 篮下强打好球 没事 其实刚才呢 任俊飞试图利用绕前去断掉对方的球 但是没有 球过半球 尔姆斯的背传 阿联第六次三分球出手 一键连 六投三中 是吧 对 50%的命中率 很稳 略有没有可能把比分啊 往回 稍微缩小一点分差 尔姆斯的投篮也有了 这个分差对于山东来讲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18分啊 南下的墙顶 顶皇兴凯 上线雷西奥巴斯还是继续接高位的挡筛啊 以后还是叫做威姆斯 对 威姆斯 在游戏区内的这种威姆斯的终结能力是没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 好球 威姆斯 我就觉得这件事 让人眼前一亮啊 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嗯 这么打下去啊 王守纹回来可能会没什么时间啊 打电话给远在他 没有完全康复好 对 尔姆斯突破分球 外线徐杰突破之后 单手的抛头 没问题 现在越打越舒服了 就打的 一个领先多了以后打的很轻松 上半场的三分钟命中率一直延续到现在 是 就马上准 然后阿联他这个命中率也是下半场后来投出来了 对 徐杰突破 可是稍微矮了一点 这种 二位跟进古经济三分球 继续在起跑三分球的命中率 军队再打一个 那么广路队基本就进攻结束 对 再进一个三分 所以应该是不用攻的 这场比赛也算是有惊无险 广路队在最终是126比110 是战胜了来访的山东西王 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继续是拿到了一场比赛的胜利 球呢 就是打了三节好球 山东队还是打了三节